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文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股市 Wonderful 昨天老外 他已经过完圣诞节了 那今天就大涨了 今天就大涨了 因为美国没有开盘 对吧 所以今天都大涨 今天涨了146点 那很多人说 老师 成交量只有2200亿 对吧 反正大选要到了 大选快要到了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盘 冷淡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反正快要选举了 那我相信每一个 每一个在看阿德电视的人 对于政治大概不是那么狂乐吧 对吧 因为其实股票市场 真的要有自己的立场 你如果对政治狂乐真的是会怎样 影响到你赚钱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来看 今天 今天只有2200亿 是不是 然后代表多数的人不玩 他不玩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它记住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要看选举谁选上 那比如说贾选上 义没有选上 丁没有选上 贾义丙 丙没有选上 那你就要难过一阵子 那就不必了 不必了 为什么 因为 讲实在一点 那些真事人物 选前都跟我们阿伯阿伯 选后 没有人会理你 真的 这是阿德的看法 你也可以不同意 有人说选哪一个 哪一个对我比较好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我不是说不可能 可是要真正对台湾好的人 大家自有定见 我们就不要去分析那个 重点是说 如果你三分之一 你一定要某一个人选上 其他你选不上的话 你会吃不好 睡不好 我建议你不要在股票市场里面做股票 为什么 比如说啦 假设啦 会到两万点 会到两万点 那你不做 你是不是又损失一次 就像今年到现在 已经涨超过三千五百点了 三千六百点了 你超过三千六百点 对吧 那你不做 那怎么办 所以我想说 快选举了 这个盘很冷清 是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各位一定要懂这件事情 来 你看 现在两千多亿嘛 你看到这个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啦 脸十八黑嘛 对吧 你没有什么感觉 好 那我再给你看 一则新闻 来 不好意思 不用蓝色的写 不好意思 赏户集结 为什么赏户集结 你来看 股票市场 今天喔 大涨喔 可是他只有两千多亿 那大部分的人都在什么 等 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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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 我们再看一次 如果你谷底不买 不好意思 未来你就会成为韭菜 我只讲到这里 如果你还听不清楚的话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谷底不买 多数的人都不买股票的时候 你不买股票 现在两千多亿 你不买 难道你要等到七千亿来买吗 未来台股要七千亿的时间很少 老师以前就有五六千亿啊 对吧 有六七千亿有啊 那为什么未来的 因为现在ETF 都被那个什么进贡公司 被我们的 我们也不能批评长官 对不对 如果批评的话 搞不好被祭典 搞不好被罚款 可是你想想看 那个ETF发那么多 它动不动就一兆多 然后市值动不动就要两兆三兆 搞不好以后五兆六兆 那你想想打开罩 打开罩嘛 让它跑嘛 为什么 因为没量啊 没量你台北股市怎么上得去 什么上得去 所以那些上面的那些做官的 我感觉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不过重点说 就已经跟各位讲了 如果大家听不清楚 我最后再讲一次 如果你现在谷底不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就现在跟着人家在等的这些人嘛 赏户集结嘛 不好意思 这个意思 未来你一定当韭菜被人家割 对不对 现在两千多亿你不买 五千多亿你会不会买 我相信很多人就跳进去买了啦 对不对 韭菜就割你们了 不然割谁 老师你好 你好那个喔 所以说你在股票市场 阿德把大盘讲完了 是不是很清楚 对嘛 所以未来你要跟谁做 就跟着阿德做 阿德都会讲事实啊 虽然阿德讲得很轻松 可是你要把它记起来 两千多亿不买 难道你要等五千亿买吗 你把它放在心里 股票市场永远都这样 低量不买 难道你要爆量买吗 对吧 所以你都有这种经验了嘛 那现在你为什么不敢 因为怕嘛 为什么你会怕 因为你看到是什么 你看到是一万七 我们的历史高点在一万八 所以你会怕 因为一万八是高点 一万七你会怕 对嘛 那我问你 三十年前有一次嘛 一万两千点 一二六八二 对吧 那在这三十年的过程之中 大家只要看到一万就怕 所以流行一句话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对吧 但你怕怕怕怕怕 一怕怕了三十年 结果一上去 跌下来 你完全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不怕一万二了嘛 对吧 你不怕一万二啊 你怎么会怕一万二 因为上来了嘛 突破了嘛 突破了 你一直要等什么 等一万二买嘛 那等不到了怎么办 就一直等下去啊 等到受不了你就跳进去啊 阿德讲的对不对 因为突破了一万二 大家都要等一万二了 因为现在一万七嘛 你看到一万八 如果有一天突破一万八了 我告诉你 你要等一万八 对不对 受不了你又跳进去 人家又震荡了一次 又隔一次韭菜 阿德讲的对不对 有道理吧 所以说阿德讲的老实话 所以你要找股票 你要跟谁做 跟着阿德 其他的你都不用看了 比如说星期四 我给你一位风电子 我有没有事先预告 我有没有事先预告 那先看一下 我有没有预告 如果你要找标股 要找翻倍股 今年你错过了嘛 因为今年已经剩下几天 就要封关了嘛 没错吧 你今年已经没办法 找到翻倍股 不管翻一倍 翻两倍 翻三倍 那明年呢 你是不是要预先布局 现在大家不敢买啊 你不买 难道要等大家都说 哦 这支赞 你才跳进去吗 这支有赞吗 你不知道嘛 因为你不敢买嘛 你不敢买阿德就告诉你 可以买啊 真的可以买啊 未来的AIPC 要不要用到 是啊 是当红的产业 对不对 对嘛 昨天掌停板 今天在喷 那我请问你 买的对还是不对 不知道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刚看 刚看的时候不知道 可是我要问各位啊 各位好朋友 各位阿德的好朋友 我再跟你讲 再讲一档股票 你一定记得 这已经讲了两个月了 对吧 全市场阿德第一个告诉你的 安国 安国好不好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安国10月25号的时候 大盘在跌 大盘大家在想说 会破敌啊 会破敌啊 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会破敌啊 会往下走啊 结果你敢买 这是不是你的 阿德为什么不放K线图 要放江波图给各位看 因为我要留下一个最完美的证据 给你看说这里可以买啊 这里可不可以买 一定可以买 为什么可以买 因为现在 涨到现在快要两倍 到今天创了2008年以来的 最新高位置 那你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 要不要再看一次 那明年呢 明年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 那很多人在问啊 因为我现在最常听到的问题 每个会员进来 第一句话说 阿德老师啊 跟着你的安国 有赚到钱 那我想再进去 我说很简单 我很简单 你听我的 那你现在如果不是我的会员 那你电话拨进来 我告诉你 我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这句话题就很简单的啦 这个不能讲价格的 绝对不能讲价格 也不能预测价格 可是你想想看 他已经长了196% 阿德继续讲 就代表什么 阿德看好他的未来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阿德不敢讲 那就是我认为 他到底 如果我不讲 就代表他到底 那现在为什么讲 不管他涨或跌 他不管他是涨或跌 涨或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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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或者跌 我为什么一直讲 因为我看好他 因为他是趋势 阿德10月25号 我问各位 你打电话进来的人 谁没有赚到 除非你没买 你有买 赚个两根掌停板 三根掌停板 四根掌停板 赚50% 赚60% 赚70% 随便你挑 有人说 老师啊 我都走得四 我就赚三根掌停板 够了 为什么够了 够意思 为什么要够意思 因为你把阿德当朋友 所以我说你要跟谁 做股票 跟着阿德做 那老师 你一直讲安国 我又不敢买安国 那怎么办 我给你新的 我给你堆嘛 我们来追安国 我们来追安国 新的喷 新喷腰股 对不对 没错吧 你一定见过 阿德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 你如果 还不认识阿德的话 今天自己试试看 这档股票 我们扣掉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日 对吧 礼拜六礼拜天 我连续两个交易日奖 连续预告 连续预告 是不是连续预告 是不是连续预告 你可以去上我官网 我是不是连续预告 今天亮灯涨停板 今天26号 对不对 你要不要看 看阿德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档股票 是不是 是 是的讲是 不是的就讲不是 对吧 是的就讲是 不是的就讲不是 来 6695 亮灯涨停 今天是不是市场最强 是不是 是就讲是 不是就讲不是 来 我给你看 我给你的时候 是22号 没有错吧 是不是这档股 是不是这档股 来 22号可以对一下 是不是 一模一样 这个我把它削掉 来 在这里 这是昨天 对吧 我把它遮起来 这样 对不对 好 那我请问你 昨天是不是长这样 没错吧 好来 很多人说 老师我今天看看 你可不可以放VCR给我看 我已经预告连续两次了 不相信 看一下 VCR 阿德给你的 我给你的 很多人说 老师 这请假听的追安国吗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就事先跟你讲 我说 安国叫你买 你敢买吗 安国今天涨6.42% 好不好 然后我的股票 你拿 来拿 对不对 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你看到最后一幕 一不一样 一样对不对 我是不是连续讲 我是不是连续告诉各位 对不对 昨天长这样对不对 今天 亮灯长 我是不是连续告诉各位 两个交易日 没错吧 没错吧 所以说安国很强 对不对 对 那你不敢买 对不对 阿德找给你 今天 来 开盘 收盘 需要五分钟吗 不用 你买得到吗 来 再看一次 我请问你 买得到吗 昨天买 可以 昨天买一定买得到 前天买 可不可以 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对不对 一定买得到 而且是赚得到 而且是轻松赚 而且是今天最强的 那你要不要这种 要 很多人说 老师我要 好 那你现在再想一想 我给你这档股票 今天是不是最喷的 是啊 是啊 叫心顶 对不对 对吧 心顶是不是 今天最早亮灯 涨停板的股票 是 所以我找给你的 我有没有能力 帮你翻倍 有吗 有 来 讲有的 来 我今天我也要恭喜 有来拿的 有来拿心顶的 市场是不是最强 亮灯 没错吧 今天来 再看一次 他是不是市场最强 是啦 市场好强 好强 好强 所以我一直说 你要跟谁做股票 可以拿到像 这么强的股票 你问我老师 安国也很强 对吧 安国也很强 安国快两倍 重点 我能不能帮你 可以吧 可以帮你吧 你问我老师 你不要叫我追这里 我应要叫你追这里 你敢买吗 你也不敢买 这是过去的 我在讲过去的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能时间能倒流到10月20几号 你什么感觉 这通电话我一定要打 就算占三根掌停板也可以 对吧 你现在心里这样想 对不对 那阿德有没有邀请你 就算你回到过去 有用吗 没有用 过去的绩效 只是在测试阿德而已 这叫过去的绩效 只是在测试阿德 这个人 讲的实不实在而已 那我要给你是未来 我要给你的是未来 我不是在讲过去 过去谁都会讲 只要掌停板就拿出来讲都可以 没有像有一个人像阿德一样 掌也讲 跌也讲 掌也讲 跌也讲 今天讲到196%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这个叫过去 我不要你一直在过去打转 因为很多人都会现在过去 都没有想到 现在是要未来 过去叫安国 未来你要找到像安国这种股票 未来你要找到说 比安国更飙的 比如今天 新顶值比安国强 是啊 以今天来讲 他市场上最强的 有比他更强的吗 今天没有啊 所以你要找这种股票 阿德找给你 所以市场上最强的阿德找给你 对不对 今天亮灯了 对不对 刚才的VCR你看到的 对不对 你想要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这句话 我预告我 阿德 我预告你 你来买 我预告 我预告你来买 全市场都来帮你抬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讲一次 如果银广是这样 如果安国是这样 如果新顶是这样 来我请问你 新顶我介绍多久了 两天 两个交易日嘛 如果礼拜六 礼拜天不算的话 我是不是连续介绍 两个交易日 对吧 刚才的VCR 你看得清清楚楚 请问他是不是市场最强的 如果还有你要不要 要啊 当然要啊 每个人都想赚钱啊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要就要证明你自己 你要你就要打这通电话 因为你打进来 我不是跟你讲安国 如果你还真的有安国的人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我常常告诉我的会员 安国我们安静就好 你不要止语别的老师没有啊 我们自己安静的赚就好了 你不要去管别人的安国他几块钱 你不要去管别人说啊 我们阿德老师第一个讲不要去管 我只要告诉你 你安国能赚一倍赚两倍 好啦 我现在不是叫你去买安国啦 我是叫你说来 赚三根掌停满可以吧 赚三根掌停满可以吧 可以吧 我现在不是叫做你一楼 你就要翻倍翻两倍 没有 我是叫说你要想看看 我已经预告了 这不叫预告吗 我已经预告了喔 这叫预告嘛 新丰电你看到了嘛 新丁你看到了嘛 这一档一定标到2024 你也标到2000点好不好 标2000点好不好 可以啦随便你想啦 反正你电话拨通 让你体会赚钱的快感 什么快感 像安国这种快感 像荧光这种快感 荧光已经两倍多了 快三倍了 安国已经快两倍了 是不是这种叫快感 是啊 可是要 你现在拿 等标上去了 那就要过去 我要说 如果还有安国 你要不要 如果还有像安国这样的 你想不想转 如果想 那你电话就拨通 进广告 轻轻松松变成您家 你还在看吗 333 轻松附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您家 轻松附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鼎页头顾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对不预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一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See you 你可以钓鱼轻心 也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我到现场 很多人在想说 老师 昨天那个心底我知道 因为我有对 重点呢 你有没有买 对嘛 重点你有没有买 我已经预告两次了 预告两次 如果算时间的话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什么 还有星期一 我连续预告了 你也没买 很多人说 老师啊 你就这样就让我看 我其实我们也看得有 这支是股票是什么 对吧 因为我已经这个可以看 你都查你都查得出来了嘛 对吧 我VCR的剪出来 大家都不用了 这我们都知道什么 重点是有买的吗 有没有今天才可以15%吗 有吧 应该有吧 我没有算了 你自己算吧 对吧 威风店也是这样 安国也是这样 所以我叫你买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 因为我叫你买的时候 你一定买得到嘛 那你说老师那我来买 我不是叫你买这一档 我不是叫你买安国啦 我说安国 如果你有的话 那你电话 拨进来 我说 写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对吧 我是要叫你买这一档 我是要叫你买这一档 你问老师 他会像安国这样 标吗 我说 你先贪这十好吗 你先有三支才有一倍嘛 你连三支掌听门都还没赚到 你就会说老师 他会不会掌两倍 所以说 很多人都会误语 我说老师 你以公安国 以公英广 我就不敢 买我就不敢 我就不是叫你买那个啊 我说如果他像英广这样 像安国这样 像今天的心庭这样 那你要不要在第一时间进来买 只是我要说的嘛 如果还有你要不要赚 如果还有你要不要买 那你到电话拨通 我就让你体会赚钱的快感 就是这样而已嘛 表达并表达 表达并表达 这样你听不懂 你如果要电话拨通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还在看吗 你还在看吗